有没有特务?有 特务多不多?很多 该不该抓?该 可是这是一个专业的活 留给FBI去干吧 你要想协助呢 你可以给FBI举报 而不是在互联网上 因为别人的某一句言论 或者是某一个观点跟你不一致 就公然地指责对方为特务 这一点非常的无聊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讲 这种叫做被迫害妄想症 别人说的可能只是一个与你略不同的观点 你最多就是不同意 不同意你可以辩驳 但是你不就观点本身去讨论 而是直接扣个大帽子 说人家是特务 受迫害妄想症 结果就是如果形成了一个风 一个潮流 大家都在这么干的时候 你看现在网上的某些帮派不就是这样的吗 今天打这个特务 明天抓那个伪类 结果就是人心惶惶 人为的制造恐惧 放大恐惧 最后你什么事都别想干了 你就只能维护一言堂了 你就只能相信教主一个人了 所有不同的声音都是特务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预判立场 在就算他是特务呗 就算他是大外宣呗 难道就不能听听他的声音吗 难道特务和外宣讲的话就没有一句有道理的吗 将来 等真相解密 等档案公布 你会发现 你今天在网上辱骂的那些特务 没一个是真特务 真正的特务 不会因为一句言论被你抓到 抓特务这种专业的活 还是留给FBI比较好 咱们在网上开心的聊聊天 开心的讨论讨论一些事 不是更好吗 大家拼命说 大家拼命说 我就拼命说